看到文化中心的蛋板 可以看到蝙蝠 今年的脂肪很小 甜蝦都做得OK 可能兩隻手指這麼大 感覺不到是爐下空 值得給它一個震驚 覺得每一個芝士都要BEEP HONEY 一吃一吃到鴨肝味很厲害 這個是完全我會Encore 想說第二彎牛沒有第一彎那麼好吃 那個蘿蔔很鹹 這個很好很好好吃 很滑 我一個很喜歡吃甜蜜蜜的人 我自己認證覺得不好吃 你當你的芝士是Factory 加點Cream來甜品 半島的手碗巧克力 桂花燉魚 大廚大家吃這個 為什麼會有鹿 CAMMAN很喜歡吃鹿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我是ViuTV 我終於來半島酒店拍自助餐了 這裡其實一直都熟了很久 終於可以一常到 香港其中一間比較貴 還有比較出名是五星級的 晚上的自助餐 我們現在馬上出發去半島酒店的露台餐廳 Let's go ViuTV的頻道已經過了7000訂閱 希望快點到一晚可以和大家聊聊 記得按下小鐘 每星期有新片會通知你 多謝支持 MING PAO MING PAO 好 來到半島酒店的露台餐廳 現在真的搬了超久 我剛才出去拍了 都比我想像中多食物 觀眾 因為我整個月前去預約 所以景後面是望島文化中心那個 那個蛋板的啟刀蝙蝠 我就先吃個魚生 先試一下三文魚 三文魚不是三文魚腩 我覺得可以肥味一點 這個大致也算蠻厚 大致用樹用得蠻好 有時候吃到會有碎冰 嗯 想說 油甘魚的脂肪很爽 比三文魚爽口 爽口 新鮮 試一下吞吞魚 吞吞魚普通一點 因為不油脂 甜蝦我其中一個最喜歡吃的魚生 我覺得這個甜蝦都做得OK 真的有點甜 咬下去的感覺是我喜歡的口感 不腥 我吃這個位置是近魚腩的位置 是比較好吃的 好 觀眾 我們來試一下它的龍蝦 這個龍蝦大概是我兩隻手才這麼大 口感很彈牙的 爽口的 不過不是很重的龍蝦味 但如果我閉上去吃 我想不到是龍蝦 沾一些檸檬下去 可能有提升的感覺 有龍蝦的味道 龍蝦一定要沾一些檸檬下去 因為檸檬可以膚濕了龍蝦的味道 因為我現在吃了第二隻龍蝦 它也不是很重的龍蝦味 質地的質感是比味道好 試一下蟹腳 蟹腳我覺得普通一點 可笑味不是很重 不是很先前的 不是很推薦吃 為什麼會有龍蝦 CAMMAN很喜歡吃龍蝦 它很壞的 每樣東西都拿了兩樣 但龍蝦只拿了一塊 我真的不喜歡吃龍蝦 但試給觀眾 龍蝦不可以 可能我本身不喜歡吃龍蝦 很腥 上去不可以 它的鮑魚已經幫你撩了 所以就這樣起就起到 鮑魚很好吃 有些日式的醬油味 甜甜的 現在試一下青口 青口就不同 鮑魚沒有起定 我覺得青口很好吃的龍蝦 如果在味道上來拿 尤其是它的COLT CUT PARMAHEM等等 還有芝士 它鮑三文魚旁邊的紅色 是TALA SAUCE CREAMY的 WISH的 有些蛋黃醬的味道 有些MAIL 有一個鮑三文魚自己 油香味 咸味 我覺得它鮑三文魚好吃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PARMAHEM 這些食物我會很想喝酒 CAMMAN都拿了四五款 有這麼多 它第一塊的芝士 也蠻好吃的 奶味是比較重的 比較粉 這個很好吃 值得給它一個震驚 有蜜糖 這個蜜糖很好吃 這個蜜糖是濃的 質感來說是比較CREAMY 不是硬的 我真的覺得你加了HONEY加得好 我覺得每一個芝士都要濃的HONEY PARMAHEM的味道沒有想像中那麼強烈 我覺得可以 它不會說很濃的味道 CAMMAN的BUNCHOOSE吃到這個芝士 質感是硬的 奶味不算很濃 我覺得這裏的服務是 我去到這麼多間來說 它的主動性是最高的 這裏是有Dress服的要求的 我穿短袖衣服是可以 不可以穿短褲 不可以穿露子的鞋 這三個我不怕很普通 很普通的 現在去主菜時間 吃一下牛 還有像布甸 牛肉很好吃 是我吃過這麼多 這裏的服務是非常好 它生熟程度 可能比較薄 不是硬的 因為平常吃的都是很硬 看上去就是一個medium rare的程度 他說牛肉放到這個布甸 我就不太推薦 因為這個布甸 其實很冷 還有一點硬 它不是酥皮的感覺 我便覺得就不吃了 牛汁很好吃 會有肉汁 泡下去是有汁感 這個是我會硬碰 有多可跟你說 肉可以硬碰 牛肉和牛舌都好吃 牛舌呢 剛才有一次 下天就很軟 兩個都要吃 這個是上湯的牛舌 不會很鹹 我衝到第二彎 牛沒有第一彎那麼好吃 很硬 你第一彎拿的時候可能會嫩一點 現在可能越中間位 反而很乾柴 我覺得第一彎我吃得多 第二彎的問題是 它沒有肉汁 我已經加了一些奶油進去 看不到那種牛肉的味道 傻式牛肉飯 牛肉飯都吃的 它有些鴨肉的味道是強烈的 鴨肉就乾了一點 還有一些飯的 都是乾身一點 如果我預估 可能會有點像risoto 可能會有些汁灌著吃 味道OK 但質感差一點 我怕Piche 這裡切的形狀都不會很厚 主要好吃 它不會老 不會硬 不會柴 我選這一塊 它有一點肥膏的味道 變得很香 這個海鮮湯 因為現在比較暗 但看起來也很紅 是番茄的海鮮湯 海鮮湯的湯質地是稀少少的 它裡面的一撇油也挺多的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些肉去熬 所以才會這麼多油在上面 這個湯沒有河鮮味 我覺得湯就一般了 我看到這個湯吸人會想試 這是一個煙肉的Pi 先試一下 這個Pi 我只吃到一些蝦蟲露味 煙肉不算太多 但它的皮不算很厚 可以一試的 煙肉Pi 不是蟲露味 是牛肝菌味 試一下它的羊架 羊架的肉質做得OK 但我覺得它的醬汁偏鹹 但如果羊架覺得它不算很肥 我試一下它的蘿蔔牛腩 為什麼我會選擇蘿蔔牛腩呢 因為我一拉上來 我一拿上來的時候 梯蹄亭也剩得挺漂亮的 它的牛腩很大塊 炆得軟的 這個蘿蔔很鹹 它浸得很久 我想它煮了很久 它吸了上湯 但是變了很鹹很鹹 看而不見你吃這個 吃其他肉好過 魚也吃得很軟的 吃下去有點像牛油般溶了在口裡 我還有一些後製 對啊 我忘了這個名字 這個紅油餐廚是waitress大推的 就說這個是一個live cooking 所以我們下order之後 它就會自己送過來 它有很重的芝麻味 花生味不是很難的 十少難的那種 皮好像厚了一點 裡面的蝦就正常常 但我吃的味道來說 全部都是芝麻 很多很多芝麻 它包得好像魚皮餃 不太建議吃這個 試一下它的中式湯 很有趣的 它用茶杯的物體 Kamer說這個是椰子湯 但是我只是喝到雞湯 沒有什麼椰子味 它不是很鹹 又真的 清清的 這個我沒有喝 不是Chammaryum 鴨肝慕士 一吃吃到鴨肝味很厲害 挺好笑的 如果你喜歡吃鴨肝的話 因為其實是腥的 它將鴨肝變成mushi 我以為吃了甜品 但是是鹹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值得一試 好笑的 很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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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甜品的時候 甜品快出檔 是巧克力的慕斯 這個很好吃 因為慕斯很滑 甜的 很甜度 有些像Diver的甜和濃度 巧克力在口中 散發肚子的味道 這個經過我跟CAMMAN的認證 這個很好吃 這個應該是Tiramisu 這個我懷疑不是Tiramisu 它沒有咖啡味 也沒有甜味 也吃不到Maskerpone 我一個很喜歡吃Tiramisu的人 我自己認證覺得不好吃 試試一下BOTA 牛油味很濃很濃 甜的 正常的one bite size 不算是很奶舊 這是甚麼來的CAMMAN 我會試試一些紅桑子 白朱古力 不會咬很酸 因為大家知道我不是很喜歡吃酸 這個我就很奇葛了 我咬一半 它像是Travel 但如果你問我 這個 和剛才這個杯的Chocolate Mousse 我覺得Chocolate Mousse好吃很多 它沒有中華的感覺 因為剛才的杯子 真的一絕愛了 這個Chocolate? 林芝Chocolate? 它如果是Chocolate 又不是我心想過的Chocolate的質感 是有些像蛋糕 多的Chocolate 薑包Chocolate 薑包Chocolate 兩塊Chocolate 都不會太 蛋糕感覺 厚厚的 有些很黏 CAMMAN 雪糕要先吃 那一塊CREAM 你自己加進去 我看到了Vanella上面是白色的 那是搭的 真的 它有蘑菱拉籽是多的 蘑菱拉味是重的 不要說很甜 紅桑子的酸的 真的是紅桑子的感覺 這個和這個 兩個是同一配 所以這個味道是等於這個味道 但這個再酸 因為這個是有些白朱古力 它會有些Frozen的Fruits在裡面 巧克力雪糕 你的Almond是自己滲下去的 為什麼這麼多東西可以滲下去這麼有趣 要加Almond 還有CREAM加進去 你當是Chocolate 那些 加點CREAM進去甜品 這塊雪糕很好吃 我想說 三個雪糕裡面都會有些材料 尤其是巧克力裡面會有巧克力碎 可以滲些Almond 更好吃 三個我最喜歡吃的是它的Vanella 我試試這個黑森林的杯 這個杯中間那一層 它有一層是紅桑子 有些甜酸的兩邊的混合 這個是黑森林的杯 所以中間是有一個Cherry 所以會甜甜酸酸的 味道來說就不是我自己的選擇 這個我會包一杯餐茶 我叫Cappuccino 還有就凍齋啡 這個齋啡厲害 這個齋啡又喜歡喝那些 很苦澀的齋啡 第二回合的甜品 好吃 很多的甜品 可麗露 有酒精在裡面 很硬 但是咬下去 吃不到酒味在裡面 因為看過賣相 我以為是很軟心的 這個不好吃 開心果 士多啤梨蛋糕 這個蛋糕就不會說很草味 開心果的味道 吃不到 但我反而吃到最多 又脆脆的一層 但看上去是漂亮的 又都是這個 半島的瘦碗朱古力 但我想吃過朱古力 因為糖衣 吃起來不會很甜 脆口 而且挺漂亮 混費了吃 我喜歡 桂花燉魚 喝下去其實是 好像雙皮奶那一陣的質感 它有奶味 我覺得很棒 桂花 我會叫桂花 是syrup 我覺得跟那個 娛樂是很沉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大家可以吃這個 是甜的 吃飽了 它有一個 日常特別的甜品 Mango coconut smoothie 是液體的 應該要喝 試一下吧 椰子的味道不算很重 喝到一個底 就會有芒果汁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因為它是今天的特別菜 裡面有些芒果和椰子的果凍 是介乎飲品和甜品之間 有些芒果 有些西米 有些幼稚 楊枝金 好 生日這位 因為今天是CAMMAN的生日 但他不吃蛋糕 變了我吃 是Mango Mousse Cake 生日蛋糕不好吃 蛋糕不好吃 第三位是甜品 熱情果 巧克力 我只是覺得這裡的甜品 是巧克力好吃 譬如說熱情果的巧克力 中間的巧克力是好吃的 但熱情果又 因為它是一些 偏酸的熱情果 我覺得 它的餅底 很普通 這個我覺得麻煩地 椰子 熱情果 蛋糕 為什麼這麼CAM 不好吃 甜品 有芒果味 這些一看就知道麻煩地 你還給我 巴士克 芝士蛋糕 正常的 挺香的 這個巴士克蛋糕 我覺得它太厚 我記得你在Case Hub 買過給我 那隻巴士克 沒那麼乾身 是Mois 這個就乾身了一點 但味道 我是吃過Ear Grade的味道 啤梨 焦糖 Mousse蛋糕 賣相都挺漂亮 這隻綠色的話 但不好吃 好甜 而且你說你 我吃不到你的味道 看來最好吃的 你不吃 我喜歡吃那些 最好吃是哪些 香蕉 我不吃這些 好了 現在來拍攝結束 我們來了兩個半小時 橫跨 橫彩 橫彩 浪浪 但其實這個厲害 是看不到那些 煙花或者橫彩 什麼什麼都看不到的 我比較印象 其實不是這裡的食物 我覺得以這個價錢來說 它不是很值得來這個價錢 這個食物 但我挺喜歡它們的服務 它很多是主動性的服務 譬如是給很多濕紙巾 針水那些 其實不用提 我吃過技間五星酒店的自助餐 我覺得是 它服務是到位 可能隔壁那些 就會有老友來吃東西 那些事情都說 需要幫你拿回去 我覺得那些是比較主動式的 我會挺喜歡 野食來說 真的沒有什麼比較深刻的食物 大包圍一些 龍蝦有 魚生有 我覺得奇怪的 第一輪我吃了兩輪牛 第一輪牛 我覺得比較嫩 有肉味 但第二輪馬上乾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同一塊肉 我發覺這裡沒有pasta 我是不是沒有吃咖哩 我忘記了 它有吃咖哩 總之我今天吃的東西 不是很深刻 但是第一輪牛 我喜歡羊架 甜品都有點失望 朱古力 我覺得它朱古力的甜品 是這麼多來說最好吃 但如果你來到 日誕日或年紀 那些慶祝 是因為這個環境 有程調 是舒服的 早點來訂這個Windows 看到這個Windows 我想只有五至六台 今天來的人樓 我想大約四至五成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些房間 沒有人坐的 我覺得作為香港人 半島出名 路桌餐啤 我是第一次來 所以我覺得 無論如何都要你嘗試 感解 如果大家的觀眾 來吃了一些正的製作餐 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大家記得CLS 記得按讚、讚、讚、訂閱 訂閱 分享我的Facebook IG 看看我的生活藝術 我每個星期都很出篇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Bye 你不是會幫我摸嗎? 你不是會幫我摸嗎? 那我先嘗試雨傘 哈利波咪